第1217集 伴随着那一圈圈碧绿色光运在空中绽放 日月帝国的浑岛石团刚刚释放出的一个个联动防御护照 竟然迅速瓦解了 之前积蓄的联动攻击也在瞬间变得紊乱 一道道光芒升空而起 却极为散乱 在这个时候 他们还没有达到足够的攻击距离 就算是有一两道攻击朝着星罗城方向射去 也没有任何威胁 而当这些联动攻击紊乱散开之后 日月帝国十几只浑岛石团都震惊地发现 无论是联动攻击还是联动防御 此时都已经无法继续了 一时间 一向纵横无敌的日月帝国浑岛石团们 陷入了一片混乱 联动浑岛器最大的特点 就在联动二字之上 依靠彼此同等波动的浑岛器 经过专门的引导集中力量 用来攻击和防御 可是如果我破坏了你们的波动呢 让一切都变得混乱 我倒要看看 你们凭什么在施展联动攻击和防御 这是你们最大的优势 现在失去了 是的 这就是宣子文最新的研究 也是足以改变战争的研究 身为唐盟混道堂堂主 原属斗罗大陆三国这边 最强大的九级混道士 宣子文心中一直都很清楚 以自己一个人的研究力量 是无论如何 也不可能和整个日月帝国相比的 在这种情况下 他究竟如何来扭转战举呢 他找到的方向就是眼前这个 日月帝国最大的优势就是联动混道器 一旦形成联动在有足够强大混道士团的情况下 就算是面对极限斗罗也不惧怕 可是如果没有联动呢 不能将这些混道士的力量集中在一起呢 那么他们的战斗力就将极大程度的衰减 单一的混道士 除非是九级混道士 否则根本不可能和封号斗罗抗衡 日月帝国的九级混道士数量相当不少 戴河士和元属斗罗大陆三国的封号斗罗相比 却少得多了吧 而且没有了联动攻击和防御 日月帝国混道士团就不再是无敌的象征 在这种情况下 宣子文投入研究的就是如何来破坏联动混道器 就在不久前 他终于成功了 并且将自己的研究投入生产之中 所有唐蒙混道堂的高级混道士 现在全都投入到了对这种特殊混道器的制作之中 这种混道器就叫做定装干扰弹 其具备定装混道炮弹远程的特效 同时能够覆盖极大的范围 并且保持很长时间 定装干扰弹的干扰是全方位的 产生的强烈紊乱波动 足以干扰现在日月帝国几乎所有信号的高空探测混道器 最重要的是 一切联动混道器在他的波动干扰下 都将暂时失去联动特效 宣子文唯一感到遗憾的就是 自己这份研究来得有些晚了 如果是在当初日月帝国刚刚发动战争的时候 他就有了这份研究成果的话 那么日月帝国就根本不可能覆灭天魂帝国和斗灵帝国 以元属斗罗大陆三国的强大混石军团战力 配合干扰弹 就能够将混道师团压制在最低程度 这确实是能够扭转战局的研究啊 联动混道器在定装干扰弹面前变得无比脆弱 当然如果给日月帝国足够的时间 他们未来一定能够研究出抗干扰装置 但那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完成的 干扰容易 抗干扰可就难得多了 发射 白虎公爵已经很久没有这么亢奋过了 当他眼看着那一道道联动攻击 纷乱的四散发射 远处日月帝国一个个混道师团 出现紊乱的时候 心情可想而知 一直以来 兴罗帝国都被牢牢地压制 身为一代名帅 他有的只是无力感 而今天 凭借着干扰弹的作用 他终于有种能够将拳头挥出 硬碰硬地和敌人大干一场的感受了 一道道光芒 骤然从兴罗城方向升起 只有十几道之多 目标所指 正是那十几只日月帝国的混道师团 每一道强光都带着无比喧赫的气势 几乎每一只日月帝国混道师团 在这个时候都要面对一道强光的攻击 所有高空探测混道器 现在都是紊乱的 所以根本无法评测出这些强光的攻击威力 兴罗帝国的反击终于开始了 这十几道强光乃是史莱格城 兴罗帝国斗灵帝国最后积累的 九级定装混道炮弹呢 白虎公爵 毅然决然地在这第一波攻击中 将这张最大的底牌发了出来 他也是不得不如此 定装干扰弹 在最初的时候效果是最好的 这个时候也是整个日月帝国大军 最为紊乱的时候 九级定装混道炮弹 没有联动防御护照的底域 才能发挥出最大的威力 如果真的能够全面成功 那么就真的要改变整个战场的局面了 橘子此时已经从率仗中冲了出来 在身边一众护卫和高级混道士的帮助下 迅速升空 刚好看到那十几道强光 朝着几方混道士团方向发射过来的景象 现在想要完全阻止 已经不可能了 他甚至没办法通过传讯混道器 向所有混道士团下达命令 此时哪怕是一项沉稳的他 心神也是有些混乱的 他万万想不到 兴罗帝国 竟然能够拿出 注意干扰所有联动和探测混道器的强大混道器来 他心中也已经有些慌乱了 在这个时候 日月帝国方面能够凭借的 就只有各支混道士团自己的反应 日月帝国的底蕴 毕竟深厚 混道器的优良 以及各支混道士团团长们的指挥 在最短时间内显现出了效果 首先发动的 就是空中飞行着的五支护国之首混道士团 一道道强光骤然从日月皇家混道士团方面爆射而出 这些强光虽然没有经过联动攻击 但却依旧在空中汇集一起 化为一道不是联动攻击 却近乎叠加在一起的强光 直奔设想自己的那枚九级定装混道炮弹营去 日月皇家混道士团不愧是当时最强武力 每一位混道士凭借着人形混道器的增幅 至少都是八级混道士修为 集团攻击虽然只有三百人 但是那强悍的攻击将那枚九级定装混道炮弹 直接在空中点亮 与此同时 这些日月皇家混道士团的成员们 身上全都亮起了混道护照的光芒 任由余波重击而窥然不动 其他四支兽王级混道士团 几乎采取了同样的办法 他们分别在四个方向 也都面对一枚九级定装混道炮弹 火凤凰混道士团成功击落九级定装混道炮弹 但他们的整体实力毕竟有所逊色 在爆炸的强烈余波作用下 混道士团部分人被吹散 也有大约近百人从天而落 这些人都是站在混道士团最前方的 孔爪混道士团的情况和火凤凰混道士团差不多 他们一向以防御铸成 大约有五六十人被从空中轰了下来 而携军混道士团和黄龙混道士团的情况就比较惨淡了 携军混道士团最擅长的是速度 而且他们在几年前曾经被霍玉浩和唐武通打残过 虽然迅速进行了人员补充 但这些补充上来的人员毕竟不能和原来相比啊 黄龙混道士团的情况和携军混道士团也差不多 他们隶属黄室宗亲 橘子在掌权之后对黄室宗亲进行了相当程度的压制 再加上当年黄龙混道士团损失惨重 连团长都陨落了 所以这两支混道士团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 都是损失惨重 眼看着众多混道士从空中跌落 最终能够存活下来的也就只有三分之一左右 地面上的情况相比于天空更加惨烈 普通混道士团混道士们的素质 和护国之手相比较差得多了 他们之中虽然有人在奋力抵抗 但在定装干扰弹的作用下 哪怕是想瞄准都很难 一团团强光在空中不断炸开 恐怖的能量风暴瞬间在整个空间内疯狂死虐 不过也就在这场大爆炸来临之前的一瞬 八道强光先后从远处暴射而出 在空中绽放成一个个光照 总算将部分混道士团囊括其中 定装干扰弹能够干扰联动混道器 却无法干扰单一混导器的攻击和防御 这八道光照的来历 正是日月帝国大军这次带来的八个高能压缩阵列混导器 高能压缩阵列混导器 由日月帝国供奉堂堂主孔德明孔老亲自掌控 一发现定装干扰弹带来的恐怖效果 孔老在第一时间就做出了反应 虽然没办法凭借天空中的高空探测混导器 进行准确定位 但他却依靠着自己的经验和记忆 用最快速度发动了高能压缩阵列混导器 高能压缩阵列混导器可攻可防 它发动的是防御的力量 因为现在攻击够不到星罗城那边 想拦截九级定装混导炮弹 又没办法通过高空探测混导器锁定取准 因此在这个时候选择防御才是最佳的 事实证明 孔德明的及时发动 对瑞帝国来说简直是天降福音 恐怖的大爆炸仿佛是在整个空间死虐 各种颜色的光芒在星罗城外疯狂闪烁 恐怖的爆炸声让远处的士兵们都暂时失去了听力 在这一刻连天空似乎都已经变得了彩色的 阳光都已经变得暗淡 这场大爆炸足足持续了超过一刻钟的时间 才渐渐落幕 自从这场战争开始之后 这可以说是最为疯狂的一次 十几枚九级定装混导炮弹同时发射呀 这是怎样恐怖的局面 哪怕是日月帝国自己都绝对没有这么奢侈的战斗方式 足足又过了一刻钟的时间 整个战场才变得逐渐清晰起来 高能压缩阵列混导器的防御能力确实不错 但面对如此众多九级定装混导炮弹爆炸的效果 虽然不能说完全叠加 但未能也绝对有极大的增幅 最后还保存完好的护照只有四个 另外四个完全破碎了 地面上十二只混导师团有五只永远的消失了 另外七只也多少都有一定的损失 就是这一轮攻击 整个日月帝国的混导师团足足损失了三分之一的战斗力啊 这是战争有史以来日月帝国最大的损失 橘子悬浮在半空之中双拳紧握 哪怕是在能量风暴最剧烈的时候 他都没有降落下去暂壁 他也万万没想到居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兴罗帝国几乎是凭借着单一一种混导器 竟然就扭转了战局 带给自己如此巨大的损失 不但混导师团损失了超过三分之一的战斗力 就连多日以来积蓄充能的八个高能压缩阵列混导器之中的能量都消耗殆尽 这才尽可能避免了损失 不只是橘子 此时飞升到他身边的日月帝国将领们 也无不是脸色铁青 退兵 橘子几乎是咬牙切齿地说出这两个字 他虽然明知道同样的攻击 星罗城是不可能再负这一次的 但在这个时候他也没有别的选择 虽然时间很短暂 但橘子也能够做出明确的判断 那个绿色炮弹的干扰效果不可能一直持续 经过这场能量风暴之后 就已经削弱了许多 再过一段时间就会消失 更重要的是 经过刚才的打击 对尸气影响实在是太大了 现在这个时候 绝对不适合再继续发动战争下去 万一星罗城还有什么后手 就很难对付了 收兵的信号弹在空中亮起 但是同时亮起的还是史雷克城方向的诸葛神弩炮 之前橘子曾经期待过的定装混道炮弹 如同下雨一般从听而降 密集的炮弹宛如下雨一般大范围地覆盖下来 无知兽王级混道士团 尤其是日月皇家混道士团 在这个时候就产生出了巨大的作用 日月皇家混道士团 三百名混道士 在橘子这边下达的命令作用下 宛如鲜花盛开一般 迅速分散开来 化为一道道光芒 朝着战场方向降落 每个人身上 都是数十道强光迸射而出 以个体的力量 拦截着空中的定装混道炮弹 天空中 一团团绚烂的烟花不断绽放 强光闪烁 光芒在泵射之中 每一次爆发都会给人一种 目眩神秘的感觉 其他兽王级混道士团 也是先后发言过来 顾不得为死去的同伴悲伤 也纷纷投入到了战斗之中 拦截那些定装混道炮弹 战争进行了这么久 新罗城的储备也终究是有限的 这一轮攻击之后 日月帝国的混道士团 终于退出了攻击范围 但是也有留下了超过400名混道士的尸体 眼看着日月帝国混道士团 灰溜溜的退走了 整个新罗城城头一片欢呼 对于日月帝国来说 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大损失 反过来对于新罗帝国来说 那自然就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胜了 胜利的来临 令每个人的情绪都处于极度的亢奋之中 宣子文更是脸色潮红 他的定装干扰弹 经过实战检验 确实是能够扭转战局的强大存在 白虎公爵同样在亢奋 这一次带给瑞帝国的损失如此之大 已经超过了他的预计 如果没有那些高能压缩这列浑倒器的护照 该多好啊 那样的话 地面那十几只浑倒士团 一定是会全军覆没的 不过这已经足够好了 虽然新罗城在浑倒器方面的储备物资已经不多 但是不要忘了 在这里强大的浑石数量却是不少啊 只要有定装干扰弹的存在 这一切就变得很有意义 恐怖的爆炸在空中闪烁 每一道强光都在空中幻化出一道道绚丽光彩 战争暂时进入了沉寂状态 战场上 确疑是一片狼藉 那些在能量风暴中陨落的浑倒士们 根本不可能有实体剩下 这就是浑倒器战争的残酷 日月帝国率仗 橘子脸色铁青着足足沉默了一刻钟的时间 才开始下达下一道命令 所有九级混道士 全都聚集在率仗之中 也包括孔德明孔老在内 这一次我们毫无准备 同样的情况绝不能再发生 众位供奉 明天再开战 请各位负责对那些干扰弹进行拦截 务必不能让他们产生今天这样的影响 橘子向众位九级混道士说道 孔德明眉头微皱 陈生道 真没想到 星罗帝国居然能研究出这样的混道器 有着干扰弹的存在 确实是对我们极大的学说 我仔细检测过 干扰波动持续的时间 足足超过两克 虽然制作成本不低 但也就是相当于七级定装混道炮弹的水准 以星罗帝国的能力 还是能够进行批量生产的 而这个干扰弹的干扰范围很大 所以才造成了今天战场上的效果 想完全避免干扰 至少在目前来看是不可能的 我们的联动混道器还是会受到影响 现在最好的办法 反倒是用定装混道器对付 橘子摇了摇头道 不行 来不及了 我们这几年对于定装混道器的研究和生产都降低了许多 想要调集足够的定装混道炮弹 时间上不够 所以 我们现在能做的 就只有利用手头上的力量 星罗城 好一个白虎公爵 我倒要看看 就凭着这干扰弹的作用 他就能够抵抗我日月帝国大军的攻击吗 孔老 明日 麻烦您亲自指挥日月皇家混道师团 如何